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生别长侧侧 江南战利地 逐客无消息 古人入我梦 明我长相依 恐非平生魂 路远不可测 魂来风年轻 魂返观赛黑 君今在罗网 何以犹豫意 落远满污凉 游以照颜色 水深波浪阔 无实 骄龙得 杜甫和李白相遇时 李白已是诗坛巨星 而杜甫还默默无闻 他成了李白众多粉丝中的一枚 李白流放夜郎的消息传来 杜甫 杜甫忧 杜甫忧不已 连梦里都在担心他的安危 关心则乱 明明是自己梦见故人 杜甫偏偏说是故人来入梦 梦中的李白似真似幻 这让杜甫怀疑他已经不再认识了 而他的魂魄千里迢迢赶来 只为和自己相会 梦醒之后 月光洒满污凉 李白的容颜似乎还在眼前 这个梦更加剧了杜甫的担忧 他不禁暗暗祈祷 风涛险恶 你一定要小心水上蛟龙啊 李白向来潇洒豪迈 他若知道有一个人这样为他挂怀 心里也会泛起一抹柔情吧 梦里白 梦里白 起二 五颜古诗 唐 杜甫 浮云 终日行 游子 久不至 久不至 三叶 贫梦军 轻轻 简 军衣 高贵 长举余醋 苦到 来不易 江湖 江湖 多风波 周急 恐失坠 出门 骚白手 若负 平生之 冠冠 灌溉 满 京华 私人 独憔悴 鼠云 望 灰灰 江老 深 泛泪 千秋 万岁 明 寂寞 深 好 事 听说 李白 被流放夜狼后 杜甫 一直很揪心 每天 焦急地 望着天边的浮云 一直没有等来 李白的消息 李白 一连几夜 都走进了 杜甫的梦中 向他吐槽 路途艰辛 游至南深的苦闷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梦中 李白的怅然若失 不过是杜甫自己 被他不平罢了 老杜 不禁发出一声浩炭 京城 多权贵 唯独你李白 困顿不堪 容颜憔悴 纵使你能名垂千古 那也是死后的事了 又有什么用呢 老杜对李白的同情 何尝不是对自己身世的揭探 伟大的人总是心意相通 李白粉丝 李白粉丝很多 然而真正见他 连他 懂他的 大概 只有杜甫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考失败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唐代高考录取率很低 非常难 且看王维是怎样安慰自己高考失利的好友 首先 他饱含激情的赞叹 当今是太平盛世 大家都该出山应考 为朝廷效力 接着从生活上对友人表示关切 以再安慰好友不要就此沉沦 最后在精神上对友人进行鼓励 希望他不要怨天尤人 收拾好心情 收拾好心情来年再战 黄维的诗歌以清新淡远著称 这样充满正能量的诗篇可不脱见 自信 昂扬 向上 不为眼前的困难 不为眼前的困难所达到 正是令后世神旺的盛唐气象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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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马以君酒 问君何所知 君言不得意 归卧南山垂 但去莫复问 白云无尽时 在唐代诗坛 王维号称师佛 这首颂别诗是典型的佛系风 有人要远去 王维请他下马饮一杯酒 敢问朋友 你要去哪儿呢 有人一生长叹 现实处处不得已啊 不如归隐中南山 佛系青年王维没有苦苦相劝 而是对有人说 你去吧 我不再问了 人世的功名利路本不值得留恋 山间无尽的白云会与你相伴 诗歌到此戛然而止 然而诗意却还留在唇齿间 让人慢慢咀嚼 有人渴望归隐山林 王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诗歌语言看似平淡 诗则廉简一身 余味无求 秋登阑山记彰舞 五颜古诗唐梦浩然 北山白云里 迎者自宜悦 相望士登高 心随燕飞灭 愁音薄木起 幸事青秋发 实践归村人 沙行杜头歇 天边树若寂 江畔周如月 何当再久来 共醉重阳节 古诗里 白云似乎是 迎者最好的伙伴 他们总是相依相随 孟浩然 登高远望 心也随着南非的大雁远去 黄昏降临 诗人心中 泛起一抹愁绪 只是这愁情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很快 青秋的山色 又让诗人兴致勃发 四下眺望 村人 三三两两 归来 在渡头停歇 远处的大树 看去 细如祭菜 白色的沙粥 仿佛一弯新月 卧在江畔 从高处看远景 别有一番风味 如此美景 怎能独自欣赏 诗人不禁想起 有人张武 邀他重阳佳节 来此登高饮酒 孟浩然 用平淡自然的语言 描述了山村的安静 祥和气氛 和优美景色 好似一杯清茶 清新 淡远 唇齿 流香 夏日难停 怀心大 五颜古诗 唐 梦浩然 山光呼西落 驰月 见东上 散发成西凉 开轩 卧闲场 和风送香气 逐鹿 滴清香 欲曲鸣琴弹 恨无知音赏 赶此怀 怀顾人 终枭 老梦 想 什么是诗意的生活 读了梦浩然的诗 就知道了 西阳 忽然 西沉 迟月 渐渐 东升 呼 见 二字用的是妙极了 相比 炎炎烈日 诗人 显然更喜欢 清凉的月夜 诗人 很会享受生活 他披散着头发 握在窗边 纳凉 凉风吹过 送来 荷塘的 阵阵 清香 路水滴落 竹叶上 传来叮咚 一声清响 多么安逸 宁静的夏夜啊 诗人 忽然想要 谈情一曲 只可惜 好友 不在身边 无人欣赏 心底 不禁泛起 一丝遗憾 这遗憾 久久不散 一直 钻进了 诗人的梦里 孟浩然 最擅长捕捉 生活中的义曲 一首诗读完 仿佛 整个人 都静了下来 同从地南斋玩乐 以山音崔绍府 五言古诗 唐 王昌龄 高卧南斋时 开围月出土 青灰淡水墓 掩阳在窗户 仍然 仍然 济盈须 城城 变筋骨 美人 青江畔 事业 月盈苦 千里 共如何 微风 吹蓝 股往今来 柔柔的月光 最能触动 人们心底的诗意 明月出生 王昌龄和堂弟 高卧南斋 纳凉赏月 淡淡的青灰 洒满大地 水纹 树影 在窗户上 闪动 古往今来 月亮 缺了又圆 圆了又缺 始终都是 这一轮明月 可是赏月之人呢 却换了一茶 又一茶 月色依旧 人生 无成啊 诗人 赏玩着月色 忽然想起了 远在青江之畔的美人 美人 在古代 可不单止 颜值高的人 也是自己 所思念的人 诗人 思念着好友 崔绍府 他也正在月下 吟诗吧 对着明月 怀想千里之外的亲友 是古人 别致的浪漫 出发养子 继原大教书 五颜古诗 唐 唯应物 七七去亲爱 泛泛入烟雾 归照洛阳人 残中光灵树 今朝死为别 何处还相遇 世事波上舟 延远 远回 安 得住 虽说天下 无不散的延席 然而当离别 来临时 还是 令人伤怀 唯应物 在扬州 辞别了自己 亲爱之人 好友 远大 再是不舍 船终将起行了 向洛阳 驶去 回望扬州 钟声 越来越弱 树影 越来越小 远大 也越来越远了 终于 船儿飘荡 在一片烟雾之中 什么也看不见了 今日 在此一别 将来 何处再见呢 诗人 望向滔滔江水 不禁陷入沉思 世事浮沉 正如波上船之 一入江心 只能随波逐流 半点 不由人做主 还好 无论江湖风浪多大 他和远大友谊的小船 依然平稳前行 时时给他以温暖与安慰 继全郊山中道士 五颜古诗 唐 为应物 今朝 今朝 郡斋冷 忽念 山中客 见地 树荆心 归来 煮白石 欲迟一瓢酒 远味 风雨 风雨 西 落叶满空山 何处 寻 行 寂 一阵寒风 吹进 微硬雾的摘射 他冷得 搓搓手 忽然 想起了山中 隐居的朋友 诗人想象着 此刻 他也许正在 见地打柴 回来 煮些白石 白石 也能吃吗 这是传说中 仙人的食物 这位山中客 正是一位 修行的道士 在这样一个 风雨之夜 诗人 想要带着一瓢酒 去拜访有人 给他安慰 只是 落叶满山 这位道士朋友 居无定所 有去哪里 找他呢 落叶满空山 何处 寻行迹 这一句 太妙了 仿佛 带着一股仙气 酒 能暖身 但朋友的牵挂 却能暖心 尽管二人 没能相见 想必山中道士 读到这首诗后 也会倍感温暖 好友不虚多 能有这样一个 在寒夜中 记挂你的 就足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一次意外相逢 为应物在长安 巧遇有人逢住 有人自东方而来 依山还沾着霸灵吹雨 显然有人心许不佳 诗人自为问答 料相逢住来长安的目的和敬余 他比喻说 你原以为来长安就像来矿山彩虹筑前发大财 结果到现在 只得到一片长满荆棘的荒山 还得买把斧子清理 是这样吧 这个俏皮话 一下冲淡了郁闷的情绪 使人别出心裁地 以眼前知景来安慰有人 你看 花朵在春风中默默绽放 出生的乳燕自在飞翔 一切都是这样生机勃勃 你虽然新添了几缕白发 可正当盛免 一年之际再于春 奋斗吧 朋友 你看 为应物情商真高 又幽默 又会送鸡汤 宣州蟹条楼 鉴别教书书人 七言古诗 唐 李埃 岂我去者 昨日之日 不可 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 多返幽 长风万里 宋秋燕 对此可以 攀高楼 横来文章 建安古 中间小谢 又轻发 举怀一姓 撞丝飞 遇上青天 烂明月 抽刀断水 水共鸣 举杯消愁 愁共鸣 人生在世 无称义 明朝散发 弄天舟 句子长长短短 还是诗吗 当然 李白最喜欢写 自由风格的古体诗 开篇诗人用散文式的语言 大发愁情 突然比触一转 他登楼观景 遥望万里长风 吹颂红艳 胸中的烦忧 一扫而空 古今诗谈 李白福气的诗人 可不多 南朝诗人谢条 算是一个 而这座楼 正是当年谢条所建 李白吟诵谢条的诗 流传下来的 就有十六首 李白端着酒杯 喝到兴起 不禁神思飞扬 想要登天来月 他是要上天的 可这毕竟是幻想 回到现实 他的仇情更浓了 好似流水一般 源源不断 既然仇绪化解不开 算了 不如归隐江湖 逍遥自在去吧 整首诗给人的感觉 不是阴郁绝望 而是忧愤苦闷中 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感 能把仇 也写得如此洒脱飘逸 大概只有李太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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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刚刚八月 边赛就下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厚厚的大雪把白草都压折断了 穿着貂皮大衣都鲜了 将士们动得发抖 拉开弓箭控制不住准头 冰冷的盔甲把人动得都穿不住了 足见雪的酷寒 但层深笔下的雪更像是个神奇的魔法师 一夜之间 千数万数都像开满了雪白的礼画 这个比喻充满希望 足以彰显唐人的开阔胸襟 后半首诗从写雪转向写颂人 宴席上充满西域特色的乐器 慷慨激奏 为五叛官送行 最后 人走了 只留下茫茫雪地上的一串蹄印 颇有电影结束画面的感觉 而那句出奇之声的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数万数梨花开 更成为了永雪明具 单亲尹赠曹将军罢 七言古诗 唐 杜甫 将军卫武之子孙 于今为树 为青门 英雄歌剧 金仪仪 文采风流 金尚存 学书出学 为夫人 但恨无过 王佑军 单亲不知 老将至 富贵于我 如浮云 开源 开源之中 长引荐 承恩朔上 南勋殿 灵烟功臣 少颜色 将军下笔 开生面 梁向头上 禁贤官 蒙将腰间 大御剑 包公恶公 毛发动 英姿飒爽 来酣战 先帝御马 玉花葱 画公如山 茂不同 世日迁来 赤池下 迥厉昌河 声长风 赵魏将军 福眷宿 一将惨淡 精盈中 思须九重 真龙出 一喜万古 凡马空 玉花却在玉榻上 踏上亭前 亦相下 至尊寒笑 催刺金 与人太谱 皆惆怅 弟子寒干 早入世 亦能画马 穷书相 干为画肉 不画骨 人使滑流 气雕丧 将军化山 盖有神 必逢家世 亦写真 积金漂泊 干戈计 旅貌寻常 行路人 徒穷犯遭 俗眼白 世上未有 如公品 但看古来 盛名下 盛名下 终日堪懒 缠其身 这首诗 是杜甫为画家曹霸的为人和画迹打扣 曹霸 名字很霸气 文武双全 不亏为曹操后代 诗成大家 不目全世 杜甫一上来 就为我们揭开画师曹霸身上诸多亮眼的标签 接着 开始夸他的画迹 注意 前方高能 曹霸画人 雄丝樱发 连头发丝都充满动感 好像要从画中出来冲向战场一般 活灵活见 曹霸画马 栩栩如生 甚至连与马朝夕相处的养马人 都分不清真假 更是让他人的画作黯然失色 曹霸的画作之所以如此逼真传神 是因为他不止模仿外貌 而是能画出骨血精髓 所以 曾被唐明皇征兆 取修整 灵烟阁 二十四功臣像 并用高官厚禄封赏 安史之乱爆发 曹霸因为一幅作品 由影射唐朝之贤 被削植免官 自此流离失所 穷到靠为人绘画肖像谋生 曹霸才华与命运的尖锐反差 真的让人无比唏嘘 春丝 五颜古诗 唐 李白 燕草 如碧丝 秦桑 如碧丝 秦桑 如碧丝 当君怀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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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妾断肠时 世妾断肠时 春风不相识 春风不相识 何事入罗为 风不相识 春风不相识 不相识 何事入罗为 长安 春深时分 浓密的桑树叶子 押完了枝条 诗中女子触景生情 想到她远征的丈夫 所在的烟底才出春 草芽正如丝般细嫩呢 这两句诗不仅美 而且丝与丝谐音 织与织谐音 更是情意绵绵 三四句热烈直白 当你像小草帽芽一样 开始想我时 我的思念已疯狂滋长 想你想到断肠了 最后两句更有趣 春风像是读懂了 女子的寂寞 吹进挪维陪伴她 女子却颇有些脾气 你谁呀 我们认识吗 我只想自己的丈夫 你可别来撩拨我 神说李白 只有豪放的一面 你瞧 她多懂了私父的心理呀 常干行 五颜月斧 糖米白 窃发初妇鹅 折花门前聚 注意 狼齐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竿礼 两小无闲猜 十四为君父 休言未常开 低头向岸壁 谦唤不依回 十五十盏梅 愿同沉雨晖 长存抱住信 起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 瞿堂燕玉堆 五月不可处 原声天上哀 门前迟行计 依依升绿台 台身不能扫 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黄 双飞西圆草 赶此伤窃心 作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八 欲将书报家 湘迎不到远 直至长风沙 这是最纯洁美好的爱情故事 女孩头发才刚到额头 男孩骑着竹子做的马 两人绕着水井 为一只青梅嬉闹 这幅画面过于美好 于是诞生了两个成语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来形容男女 从小一起长大的 珍贵感情 长大后 两人相爱 成亲 可惜 婚后的甜蜜生活 没过多久 丈夫就出门经商了 从此 女子的心 也跟着去了远方 总是担心 丈夫在外的安危 原本爱看的景色 现在看来 却处处都是伤心 还好 丈夫会回来 他们还用一生时间 去相伴相守 也许 这 就是人人都羡慕的 嫁给爱情吧